今天在巴基斯坦最大的超市 买了一车东西 花了100块 带大家看一下巴基斯坦的物价到底便宜不 这里的牛肉 705米一公斤 对呀 才8块钱一斤 哇 你看这个羊肉 1400一公斤 16块钱一斤 这个整只鸡的话是705 在巴基斯坦牛肉跟鸡肉 原来是一个价 都是8块钱一斤 这个是车离子 这个一盒只要435 435 10块钱一公斤 这么多 5块钱一斤 还挺大的 我们来一口吧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又十项的车离子左右 巴基斯坦西瓜又大又甜 49卢比一公斤 哈密瓜75一公斤 这黄色的哈密瓜是49块钱一公斤 12瓶 600块 6瓶 这个792 才2块钱 不到也2块钱 这么大一包 马上拉口味的 我小时候吃过的 这个才1块钱一包 你看 半奶口味的 优格 这个1块5 60卢比 140卢比 这是 纯果汁的2块钱 这么一大盒 这么大一包 4块钱 这也是4块 这洗发水10块钱啊 150玩一次啊 这还可以 下个一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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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才150啊 这个是一升的啊 一升的牛奶 250卢比 鸡蛋便宜吗 30个鸡蛋 黄瓜65一公斤 七红是55块钱一公斤 雪芹菜是35卢比一公斤啊 这个青椒 85块85卢比一公斤 秋葵是175卢比一公斤啊 这种东西啊 59卢比一公斤啊 花菜99卢比一公斤 茄子59卢比一公斤 豆角是325卢比一公斤啊 则看来是125卢比一公斤啊 买了满满一车啊 他买了一双拖鞋 你看今天 这么多要多少钱啊 小哥已经逛了累了啊 看 满你的惆怅 嘿嘿嘿 总共是5665 5665才花了100块钱啊 买了满满一车 今天消费120 大家觉得便宜吗 我老婆穿着旗袍 参加了巴基斯坦的婚礼 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我跟小黑也是第一次穿当地的服饰 我们来了之后 瞬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都跟我们拍照片 巴基斯坦的婚礼需要办三天 女方办两天 男方办一天 男方也不需要给彩礼 反而女方需要给嫁妆 女方给的嫁妆越多 以后在劳工家的地位越高 在巴基斯坦可以合法娶四个老公 都是我表妹 她们特别希望和你老婆一起拍照片 可以特别好 跳得好好啊 她们挺有的 歌曲拍照片 ated by 拍照片 我的爱 é好 她们挺有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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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跳得好好啊 跳得好厉害啊 哎 这是给中国的 我们中国就是给红包 我尝一下好不好 好吃吗 咖喱和土豆 小黑饿了啊 吃那么多啊 我喜欢中国 我非常喜欢中国 好 中国和巴基斯坦变成了很强的朋友 是的 今天我在巴基斯坦给你实现水果自由啊 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给你看看啊 这个草莓 才一块钱一斤啊 一块二毛五一斤啊 我们等会全要了啊 这次 这次好吗 200 200啊兄弟吗 这个也是这么便宜吗 你要这个是吧 这个 this how much 150 这也是150 那我们要实现水果自由 200 都是200 都是200块钱 5kg yes 5kg 买这么多 这好我们可以送一下小朋友 好 这边是5公斤啊 看到没有 这个是5公斤的 跟一个欠品一样 1kg ok 一公斤啊 一公斤 1kg 挺大的啊 草莓 一公斤啊 正好一公斤 1700块啊 1700块 买了5公斤的苹果 1公斤的橙子 1公斤的草莓 然后还1公斤的香瓜 还有一公斤的汉莓瓜 兄弟们啊 总共才花了40块钱啊 买了这么一大框啊 ok ok thank you 啊 给他个苹果 ok 小孩子呢 在这里ok ok ok 我们把这个苹果 然后给他分一下啊 今天我和老婆被邀请参加巴基斯坦一所大学的中文公开课 并上台演讲 没想到在这里学中文是那么的重要 全世界都在学中文 他为什么想学中文 他为什么想学中文 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也认为商业 所有人都知道 中国人都在学习 中国人都在学习 他们的朋友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在中国人都在学习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 中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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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的街头 这么小的孩子竟然在卖东西赚钱 我说要买 他立马把车拉到了阴凉的地方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很冷的东西 冷的东西 这是水 水 混合水 好长的 10年长 3年长 好 谢谢 再来一杯 我给小孩子自己点了一杯 这个是给你 这个是给你 小哥,他喝了 哇 很棒 好甜 非常甜 1,2,3 150 150 250 200 200 200 yes 你的? 不 我一切不要 好 好 ρω帖 把你引进去 不用了 你 你,你可以拿一下 你拿一下 他有食材嗎 他沒有食材 他沒有食材 他很餓 他給你五百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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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